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首相达德斯利安娜指出 他与团结政府领袖在昌明大马政策上 从未出现任何问题或分歧 并指团结政府的所有成员党 都给予坚定的知识 尤其是在这里贪污腐败的方面 我认为是在我认为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 是否总统的主持人 还能继续成功 和贡献的财献 从国家里的财献 这些能够我们的财献 虽然我看在政治政治上 也不在意 有些人说是不在意 阿诺是在出席第三电视台 昌明政府一周年特别访谈 直播节目时这么指出 前卫生部长达德蔡瑞明 三号病逝 享年八十岁 首相达德斯利安娃协同夫人达德斯利万阿吉萨 前往蔡瑞明的丧礼调宴 并向这名多年的战友致上最后敬意 也向家属致哀 首相说国家失去了一位改革斗士 但马来西亚将铭记他 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 阿诺昨天透过社交媒体发文 缅怀这位挚友 他说两人早在国阵时期辨认时 至今已长达四十年 而对方在公正党最艰难的时刻 毅然决定加入公正党一起奋斗 使得两人关系更加密切 他表示自己失去一位并肩作战的好友 而国家也失去了一名改革斗士 尤其是蔡瑞明在卫生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蔡瑞明的智商处设在吉隆坡旧古载全被福音教会 于本月五号及六号下午三点至晚上七点 开放让民众前来致议 而出病仪式则在七号举行 蔡瑞明在1995年至2004年期间 担任五国卫生部长 创下了卫生部长任期最久的记录 他在1976年加入满华 并在1990年的党选中胜选 担任满华副总会长 然而在2009年他宣布退出满华 并加入公正党 隔年出任公正党副主席 内阁改组是政坛近期受关注的事情 首相达多斯利安娜说 如果内阁部长表现健加或刑事要求 才有必要内阁改组 首相指出团结政府是由各蒙党组成 假如真的有必要改组内阁 则必须先由各方一起谈判 我们是一种各方一起谈判 所以我们要认为各方一起谈判 所以要认为各方一起谈判 和各方一起谈判 主要要的确认 和各方一起谈判 所有的都是在认为各方一起谈判 所以我认为不久 我已经有认识 我让我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一个小孩 那些小孩 我认识的 在那些小孩 我认识 所向安娜在配合团结政府 执政一中年的特别访问节目时表示 内阁部长们应该以人民为优先 不应该感到过度自满 所向说当成为领袖时 会感觉所有都是最棒的 教育体系全部第一名 卫生也是最好 但这些都只是听说 回到现实层面 确实连厕所都无法休息 校舍也很破旧 首相敦促政治人物 千万不要给舒适病所吞噬 他相信大家其实正在尽最大努力 但大家不要认为 这都是曾经做过最好的事 相信许多人已经申请 以马达尼电子现金 有许多人的申请获得批准 但也有许多人可能不符合资格 而导致申请被拒绝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达多斯利·阿玛玛三 指出 政府向一千万名国人 发放一百令吉的 以马达尼电子现金 预计不会导致国内的通胀率上升 而政府为这项计划 发放总计十亿令吉的拨款 远低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 阿玛玛三解释 发放以马达尼电子钱包 不会导致通胀 因为基于成熟效应 十亿令吉在货币市场 将成为三十亿令吉的连锁反应 有鉴于此 这三十亿令吉 不会影响一兆八千亿令吉的 国内生产总值 而国行也认为 不会导致国家通胀率上升 阿玛玛三说 符合资格的民众 从前天早上八点开始 可以申领一百令吉 以马达尼电子钱包 提到许多人申诉 难以申领以马达尼电子钱包 阿玛玛三劝请符合资格 获得有关援助金的人 不要着急 毕竟申领期限还很长 以及四个平台申领 而且在明年2月20号才截止 中国电影孤注一致 在包括我国在内的 全球戏院上映 取得部署的票房 通讯及数码部 已经和两家本地电影公司讨论 已向这部电影看起 拍摄大马版的防范诈骗电影 但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社会 有多数据到的电影 所有这些人 现在有导物 导物进入了 我们需要教育 为我们不能成为 人家属 如果通过 公司和平台的 每个日 我们每天 是8时6时 张念群说 在国家电影发展局和警方的协助下 我国也可以制作类似孤注一致的电影 他说通讯及数码部将会支持反映我国现况的电影 孤注一致不仅在中国大卖 在我国也有超过二千万令吉的票房 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 张念群在出席TIP的Narrative活动闭幕典礼后说 除了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通过电影宣传防范诈骗 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 因为有大批观众喜欢看电影 明年大马和中国将迎来建交50周年 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联合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 本月5号1.3天举办2023武汉文化旅游周 武汉优秀文化走入大马 让民众感受和了解 有着千年历史的武汉飞翼文化 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张洁新指出 马中两国落实免签政策 体现马中高层对两国关注的重视 并相信在高层的带领下 能够促进马中之间的人文旅游和交流 他是在昨天出席2023年武汉文化旅游周 开幕仪式继大江大湖大武汉文化旅游推荐会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大马与中国将在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 是两国的交流大年 在文化和旅游方面 社会各界包括政府 社团 企业及民间 将备有一系列的交流和庆祝活动 那么明年我们也会正在策划 策划一些项目 当然都是在中马建交50周年的大的框架之下 包括一些人员的往来 这个演出 展览 旅游的一些推广 人员的交流 一系列会有很多 希望大家能够拭目以待 他还表示 武汉文化和旅游周 是该中心与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举办 从今年开始筹划 也在今年之前透过这三天的活动 将武汉优秀文化和旅游资源带到大马 为期三天的武汉文化旅游周 可以让民众从中体验武汉原汁原味的汉剧 汉秀 古琴 茶艺 油脂伞 鸿门泉等 非遗产展览展示 互动交流 文化讲座等精彩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新加坡入境新山的关卡 昨晚发生停电事故 导致自动通关系统无法使用 所有入境者必须在通关柜台 以护照盖帐的方式入境 导致人潮拥挤 有止停电照音可能是因为 昨晚遭到雷击所导致 给有网民在新山关卡外的某处 拍到冒烟的情况 中部大臣达德恩哈菲斯表示 新山关卡大停电不但导致通关受影响 也使得国家蒙羞 国能和公共工程局已经接到命令 紧速解决有关问题 有网民透露 大约昨晚8点 苏丹伊布拉辛大厦内开始限制用电 电梯无法使用 大厦内似乎没有冷气 显得闷热 而且自动通关柜台不能使用 只能排在 有一名局官员住所的通关柜台前方排队 拿出护照盖章方式入境 恩哈菲斯今早在脸书贴文 指停电为通关者造成了麻烦 他说这起停电事故也令到国家蒙羞 国能和公共工程局已经接到命令 赶紧解决有关问题 他发布国能的暂时停电通知 指停电发生在昨晚8点至今天凌晨4点 并且正在维修 受影响地点 包括南方门户私人有限公司的电能处理部件 移民及关卡大厦 苏丹伊布拉辛大厦 以及新山中央车站 冰城发生一宗孔不谋杀案 一名有11项犯罪前科的华裔小贩 以似遭人寻仇 在住家公寓电梯前被两名埋伏的凶徒持刀突袭 凶徒往该名小贩的身上连刺27刀 导致众上小贩宋愿抢救不治 干案手段极为残忍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凶徒的干案动机 这起谋杀案是在昨天傍晚6点左右 在大陆后某公寓的二楼电梯前发生 死者上半身 也就是从腹部至警像 被力刀刺中高达27刀 导致宋愿抢救后因重伤不治身亡 东北县警区主任Sara Warren表示 警方是在昨天傍晚6点多左右 接获民众投报纸 有人被刺伤倒地 并立即派员赶往现场 警方随后证实 死者是60岁华裔中年男子 生前是一名经济犯小贩 并拥有犯罪前科 据了解 两名凶徒相信是已经掌握 死者的日常生活作息时间 所以才会趁死者回家时 埋伏在电梯前向死者警凶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 凶徒是两名共沉默拖到案发公寓 其中一人持刀攻击死者 而立民嫌犯相信只是负责把风 他还说 警方在现场起货刀套 但没有寻货凶器 但相信凶器是一把短刀 警方将调查公寓保安室 和电梯处的壁露电视 鉴定有两名男子是案行凶 目前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对此案展开调查 花旺生再有一人被野生动物攻击而死 但这一次不是被老虎攻击 而是一头野象 被攻击的是一名印尼籍远区公友 因为受众伤倒地不治 张念群说 在国家电影发展局和警方的协助下 我国也可以制作 类似孤注一致的电影 他说 通讯及数码部将会支持 反映我国现况的电影 孤注一致不仅在中国大卖 在我国也有超过2000万令吉的票房 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 大马出生的熊猫意义和生意 返回中国近四个月后 保育中心日前释出意义的吃播视频 向大家报平安 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萌趣可爱的一幕 我是戴靖航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